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 同时表达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之意 韩国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 请看来自韩国的报道 5月13日 身穿印有法轮大法好衣服的韩国法轮功学员 拍着整齐的队伍 早早的就聚集在韩国首尔市民广场上 用集体议供的方式 为当地市民们展现法轮功的美好 攻发演示后 音乐表演 卢奏 吴龙 妖狐队等精彩节目一一登场 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华诞 许多法轮功学员表示 在修炼中获得了身心的健康 藉此向大法师傅表达感恩之意 内部的价格和生命的方向 百分之一 人们都很感变了 他们都很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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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时候可能 养成的那种 交换啊 一些不好的 性格 习惯 随着逐渐的修炼 然后自己逐渐的会放弃 认为不好的一些方面吧 然后在大法中修炼 不断的升华 不仅是表面的这个素质有所提高 其实最重要的是 内心境界的升华 现在很多世人 不断明白了大法好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在景点也有很多人 都会走进来 他们会主动的关注法轮功 为什么遭受了食物前 力竞要打的迫害 而且呢 很多人陆陆续续的 都会得法修炼 活动的最后 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浩荡的游行 在天国乐团的带领下 从首尔试听广场出发 陆京 景福宫 任思洞 等多处留景点 浩荡的游行队伍 采旗飘飘 享和优美 所到之处都成了 最亮点的风景线 沿路两旁的各国游客 争相驻族观看 承载游行队伍的美好 新唐人记者今夜 韩国首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